第26题 太阳辐射中含有会伤害生物的带电粒子 但我们却能安然生活在地球上 并可在南北两极区内欣赏到美丽的极光 下列核种力量把带电粒子引到两极区 并和大气碰撞产生极光 这当然不可能是风力 因为风力不会到那么高的地方去 地球自转力量也不可能 因为这个应该最多影响的是东西方向 而不会是南北方向 地球引力也只是会使它往下拉 也不会偏到南北方向 所以应该是磁场的力量 也就是我们教过的电磁交互作用 电流在磁场中会受力 因此会产生偏转 然后到达南北极 然后碰撞空气激发空气 然后发出极光 所以第26题问我们说 下列核种力量 把带电粒子引到两极区 并和大气碰撞产生极光 我们答案选的是株 地球磁场的力量